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做一个最有中国人特色的主题 恭喜发财 哎你发现你看英语里好像外语里没人说这希望你有钱是吧 这这这没人这么祝愿 你看就咱们中国人 恭喜发财过年一定得发财 哎呦就是而且我对我现在对我自己的祝愿也是这样 主要是过去穷的时间太长 所以老说这句话 你以后付的时间长了就不说了 还是说表明我现在就是信念崩溃 就是因为我现在就觉得说一千个到一万个 哎呀我对我自己的愿望也是恭喜发财 有了钱我怎么都行了 这也反映这个时代心理吧 从农业时代你看人那时候要五股丰收 是为了吃的 现在就是希望能够恭喜发财 香港人叫横财救手 不但是要发财而且还要横财 嗯发了横财干什么啊 你知道这也很有中国人的这个特色 你看看马先生今天给我们来来象征性的啊 哎呀马呀 马先生这是黄金 这是这个设设这算奢侈品 马先生这得值多少钱 这个这把剑呢 你好俗气哦 你生气稍后完 之后再问钱的事 是这样啊 这把宝剑的原型呢 在这个法国军事博物馆里 如果这把这个是永乐皇帝的配剑 如果那个剑拿出来卖 他自己配啊 对一亿以上 当然皇帝 过去皇帝都得有配剑的 当然得有剑的 上方宝剑嘛 对不对 那么 对他有那个过去皇上都能打仗 永乐也是特能打仗的皇帝 那么这是副制品 几十万块钱 纯金 鲨鱼皮鞘 关键是刚好 你都没说到这里头说都是外表 好假 这钢削铁如泥 开了风的 开了风 不能不能动手 一动手就伤人 他这个他这个 钢的这个断打很麻烦 他那钢这么硬稍软了 跟拉面条是拉长了折过来断打一遍 一次一次的 韵性特别好 这家伙这是表面的这个 这个金光 这个奢靡 内在的 对 所有的奢侈品 一定是内在的质量是最好的 这个大过年的拿一件 本身是一不合适的事 辟邪嘛 对 那就是 多有契系 多有剑气 咱过年 咱拿黄金白两就来辟邪 这就说到 哎光美 这话题你身边的姐妹们应该很有共鸣 对吧 嗯 就是说这个奢侈品 嗯 奢侈品 你知道现在中国人 咱可以看看照片 啊 我这把剑呢 我就想起咱号 你看原理差不多 这是镶满了水晶的奔驰车 啊 这这这这 两两两两啊 中国人狂买啊 这个奢侈品呢 这多少钱啊 这 哎呦 这真的 我都不敢说这多少钱 你说 这能开上街吗 开上街得有人看着 要不那钻石被人 那不是钻石 那都是水晶而已 他一上去应该就蒙尘了吧 那你说买这个是为了上战场吗 哈哈哈 表示一种尊严 不是 就是我就觉得哈 他们讲啊 这个中国人号这个奢侈品啊 嗯 现在欧洲都都都都都就有 有人讲那么一幕 意大利米兰 一个名牌店 一对中国来的夫妻俩 在那个手表店里看 这店里啊 一个保安 一个翻译 中文翻译 还有一个店员 仨人 陪着他 大概待了15 20分钟 夫妻俩25万欧元 买了这个两块表 走了之后呢 这个店主说 你看我们的策略是对了 就是早在去年 我们就在店里 安一个中文的这个翻译 你看我觉得他这个话呀 说的特别有意思 他说这让我们这家店 躲过了金融危机的萧条 黄皮肤黑眼睛的客户 成了我们的救星 这些人未必拼得出 我们这任何一款手表的名字 但他们绝对买得起店内任何一款手表 他们好像很有主见 但其实只是希望店员 给他们挑选一款上档次 有面子的奢华万表 因为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听某一款名表背后的故事 他们的时间得赶着到下一间店去雪拼 我觉得这个描谋中国到欧洲雪拼这游客 他这个我去年去年前年前年冬天 就是09年冬天 我去了看那个瑞士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了很多事很有意思 他有一个代表团 那个人是陪完了回来跟我说 说哎呀 说就跟我说吐死了吐死了 我怎么吐 他说到瑞士 大家都盯着名牌表 摄氏品的表 然后他就说我给他介绍百达非历史 这一路我这嘴就没断过 怎么介绍这个历史 怎么怎么好 世界排名第一 说那哥们一进那个表行啊表店 一进去就说劳历史来七块 就你那教育不管用 后来他问我为什么 我说这事就是教育管用 为什么呢 我小时候 全中国最贵的表就是劳历史 700多块钱 在百货大楼 我在那柜台上趴着看很久 都觉得这个印象太深刻了 就是当时谁有700块钱 没有最贵的 然后其次就是欧米格 所以这两款表在欧洲的名气不是那么特大 但在中国是头一号 就是这些人呢 恰恰也是跟我年龄差不多 童年的回忆啊 你来说过去那劳历史 尤其那豪行的 就是那个跟巨铲撞上 那个就那个一辈子都摸都没有机会 这个上来买七个 哎呦 广美你听说 我听他们讲啊 说现在欧洲有些个贵族品牌 真正就是小众的品牌啊 他们对中国这个市场啊 都是一种什么呢 半推半就很难很尴尬的一种心理 因为他觉得这么样的火 他也不敢贸然去大陆开店 因为一开店排的那个队像春运买票的 但因为他一个牌子啊 有他自己的一个讲究 他怕给做烂了 就突然一下给买烂了 所以什么叫就寒羞待怯的 他通过一些网店 或者通过一些口口相传 他希望呢秀的你们中国的客人呢 跑到欧洲来 少量的这么慢慢的灌输给你们我们这个品牌的文化 哎你原来这个模特出身呢 你对这个有体会吗 这20年这么走过来 曾经经历过这么一段时间 但是以前看到名牌是奢侈品是趋之若鹜 现在呢是避之唯恐不及 说真的说实话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曾经沧海南威水 不是不是曾经沧海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我身边一个朋友活生生的教训 某这个商界很成功的女士 在一个外企当可能是市场部的总监 他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排队 而且很下心来花了很大的一笔金额 买了一个爱擦室 鳄鱼皮 粉紫 定做了粉紫色的一个 一个Birkin的包 拿到之后 你知道那种心理的满足 他觉得每一走路都有风 一个半月之后 隔壁部门的总监 总监的助理 拿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包 快疯了 快疯了 更狠的 过两礼拜 另外一个部门 总监的助理 拿了一模一样的包 上面还相钻 是吗 对 那怎么回事呢 A货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去 追问 你拿着 就像你看到这把剑 它的价值在你的心里 到底 马老师拿这把剑很合适 这把剑如果是我拿来这个节目里 没错 我相信你也不认这把剑了吧 没错 它是有这么一个 就是说 现在就是说 你看见一个20岁的女孩 背着一个贵妇款的一个名牌手带 在欧洲人看来 这是40岁以上的女士 背这种款式 但咱们就是混不吝的 而且他们讲就说现在国际上就调查 中国潜在的能买得起国际名牌的人口 你都想不到有多少 2.5个亿 为什么呢 没那么大 不 为什么呢 即便是最没钱的住着窝居的一个女孩子 他仍然会有一个prada 就是他特别知道钱花在哪 他可能就吃盒饭 他可能挤公交 但是你看他仍然觉得我要有一个手袋 我一个手袋 如果是能买得起我就买 买不起 你知道网上就有那女孩 终于说我就见过那个 终于得到了一个手袋 多么曲折 买不起 买不起他就等什么呢 巴黎伦敦那边的价钱便宜 而且等他们打折计 然后让巴黎的朋友告诉他 怎么样打折 能够拿到这么一个袋 实在再不行 还有一种叫高价A货 高价A货 就是A货 但是A的比较高 都要有一个 那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不能不注意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 伦敦这个都撼动了 伦敦人现在都改变英语了 发明了一个词 你知道吗 你看看这个词叫什么呢 Picking Pong 叫北京棒 意思就是中国人大把大把抛出的英镑 就叫北京棒 北京来的 对 就是说2010年伦敦的打折计 你知道总共多少北京棒吗 10亿英镑 10个亿的英镑 所以为什么他们媒体就惊呼 但是北京棒这个词 这马上让我倒不由得想起 我听他美国人聊 美国人里边也有这种 看得起看不起的这种东西 说比较高贵的叫老钱 比如说你真是贵族 你比如洛克菲勒家族什么的 肯尼迪家族 说他们是老钱 瞧不起你的这个 你比如说爆发户 这叫新钱 什么要叫老钱蓝血 就是你看这些新钱的人 巴不得说哪天花老钱的人 能跟他打个电话 说我给你借点钱 由此以后邀请他 参加老钱人家里的一什么聚会 他就觉得登堂入室 这都是一个正常的人类的心态 其实美国人 中国人 欧洲人都一样 奢侈品实际上就抓住了人类 这么一个心态 就是说你要想踢 通过物来提高你的身份 是吧 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今天 我觉得中国老百姓 能知道的这些世界级的品牌 就是大品牌 基本上还属于大众可知品牌 你说都知道 还有一众根本你就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到那甭说拼了 那字幕好长 念都念不下来 我去那年在 我想是在哪 好像在瑞士一条小街上 看见了人家告诉我 说这特好 说这个里头根本就没现成的 全都得定 后来我说能定打一吗 那时候我正想买一件大衣 后来他说行 说咱就进去 我进去了 我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就是说这东西贵 对吧 但是那还是比我想的贵 然后我就转了一圈就出来了 就没舍的 优点是贵 缺点是太贵 太贵 这有多贵呢 就是就做一件洋装大衣 五万美金 就我想了半天 我觉得这事什么实在 咱不是北京帮 不能那么花 我就出来了 我倒觉得我都无所谓 我当时 我当时 心钱老钱 你知道我心里当时怎么想 我觉得像这种牌子 两万美金 我都是有思想准备的 但是五万 我确实觉得一件大衣 要五万美金 那就太贵了 主要它是羊绒的 对 羊绒的 而且它是 它就是专业的服务 都是那样的 而且人家肯定 不要求大家都知道 你管美聊聊 没有 我刚才接着你说 你这个老钱心钱 还有蓝血的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东西 这个问题在香港也很明显 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 什么叫蓝血 我也不懂 blue blood 就是贵族的血 血统就叫 为什么贵族的血 就是蓝色的呢 人家就是一个称呼 我们就是绿的是吗 不 我们是红的 我们是红的 贵族就是蓝的 对 万兴人是绿的 你接着讲 然后香港其实有很多的 old money 然后但是呢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其实有很多的old money 他们的第二代跟第三代 他们的第一代呢 其实看钱看得很紧 其实现在咱那么多 富二代富三代的 他们那里呢 基本上 对不起 在香港呢 很多富二代富三代 你是要自食其力的 你是要去管理家族财富的 它并不是让你那么大把银子花 所以其实很多所谓的这个蓝雪的二代出去的时候 他手头是很紧的 但是真的有人大把就是愿意银子捧上去 你干嘛 我帮你买单 你想什么 我帮你就成就你所有的梦想 只要你让我能够当你贴身的哥们 就行了 这种调调它超过利益之外 因为是个品牌 它是个什么满足呢 它有利益 就是你它贴上蓝色的鞋了 我这色得换我 就有面 对 先贴上一代人 下一代人也换过来了 就像为什么那么多 那么多人的爸爸妈妈 要搬家 搬到好的学区 因为你的下一代有机会 跟特首的孩子一起上学 你的孩子有可能跟香港首富的孩子 成为默逆之交 所以咱们这个穷二代 就只能是恨爹不成钢 恨爹不成钢 这个事是挺 我就发现奢侈品这个事挺有意思 就像刚才马先生讲的 其实现在咱们说的很多奢侈品 也是大众所知的 对 你要不知他就不买 没错 他是让人也知道 我听说那家号真正的贵族 可是那就是私人的店里定做的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事物发展 有个品牌的搞品牌研究的 就发现了 你看现在北京 说北京的富豪 已经进入叫低调的奢华 就感觉 这专挑衣服上不能看见牌子的 不能看见字母的 也许你翻出里边 看出衬衫上有他的名字 说北京的富豪已经发展到这了 但是你看他到二三线城市 去搞这个品牌发布会 就会发现 二三线城市的人仍然对品牌的认知度 非常高 对 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变化 前夫后继的 而且他不分场合的使用这种大牌 有时候会对这种品牌伤害 所以我看到参考消息上有一篇文章 就说中国人这样大量的购买LV 使他的品牌价值下降 没错 到处都是 而且还都是真的 咱还不是说那到处 说这菜厂收钱的那个是假的 不是 就是真的包 在跟不该拎的场合拎着出差背着 当脑子底下震着当枕头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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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说LV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谁背谁傻的境界了 那店里呢 店里去的人都吓人 我是去年的十月份吧 去去这个德国的时候 法兰克福那个城市很很很现代的一个城市 他们告诉我说这条街就名牌街 然后我们就溜达着 那天我什么都不想买 想买一毛衣有点凉 嗯 然后呢就买了一个也没牌子的毛衣 反正就穿上了 大概合人比几百块 然后就误入LV的店 其实我没看到那个牌子 我一看一推门就进去 一进去我就后悔 你想趁他赶紧走 太丢人这里的哇啦哇啦的乱吵 而且看见一幕特奇怪 就是两拨人看上一个包 两个人就一人拿着一个包的袋 就是互相说我先看见的 啊 这个很丢人的 你说你买奢侈品 你说你俩人看见一个包 一个有点谦让 但是就说就那一个了 俩人都说我先看见的 你先看见的 就是说你得先掏钱买喽 感觉像不花钱 我差点过去说咱拍卖吧 我帮你们解决这纷争 光美你说啊 你你原来不是做这个时装模特吗 我我就我跟你探讨探讨 你说这个名牌啊 你比如说你像我的感觉啊 我倒是不追名牌 可是确实我发现好比说衣服啊 嗯 那好看的是名牌啊 还是说我这眼片 嗯 没有 没有 它其实真的就是精致 它就是精致 但是它的那个精致很多地方你是看不出来的 嗯嗯 所以我我完全理解这个人追求 就是说一部某部分人 像呃这有有些有些专家的说法 他们认为奢侈品应该是为 小数人服务的嗯 但是现在其实奢侈品已经是 不管你是大 它不但大众化 不管你有钱没有钱 其实基本上都能买得起 现在很多大名牌也都已经像 呃 放下身段 放下身段 真的是这样子 我刚才跟你讲说 我小的比较小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等我再大一点 等我有一千年 我一定要去买某某某某某牌子 因为它的设计 可能是40岁女人 背了才能够显出那种范儿的 嗯 我就觉得我现在太小了 我我买不起 但是等到我30几岁 我那个财力够了 那个风情有了 准备去买他的包的时候 我发现 哎 人像20几岁小女孩投降了 他现在开始设计那种小女孩背的包 因为整个消费的那个能力提高了 然后年龄层下降了 他不再坚持那种 我只做给什么蓝雪的 我只做给什么几岁的贵妇 还是怎么怎么着 人就是谁有钱 我就设计东西给你用 所以我现在也发现 就欧洲这些大的品牌 也不坚守自己的品位 也是确实是 而且就迎合市场 你迎合市场 你比如你分析 我的这个购货群 都是什么样的人 年龄偏轻 那他肯定从色彩上到选材上 事项上都会向他去靠拢 其实我是看 整个这个世界的发展脉络 贵族社会渐渐在消亡了 对吧 大众的社会 民主的 平民的 谁都一样的 这个时代 越来越大 大众闯进了贵人的店 没错 感觉 你像这个有个艺术家影响很大的美国 这个安迪沃侯吗 我记得你看他说的一句话非常有意思 他就说 他说我就喜欢美国 他为什么 他说可可可乐 他说 谁都喝可可可乐 总统喝的可可可乐 和一个乞丐喝的可可可乐 都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他说这就是这个时代 真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是这个土包子心里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这个名牌 我确实觉得好看 好 对吧 这我能够认同 但是那种拿这个称面 拿这个显得有身份 你知道吗 这就好像那种富豪 也非要找个女明星 显得自己有身份一样 这个我瞧不上 那么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一种心理 就是说 有富即贵 就是怎么样能有让自己贵起 这个是不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 用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显得贵 那这个很难 这需要很长时间的修养 我只是觉得中国人 以及中国的购买力 导致这些世界的奢侈品品牌 开始降低身段的一个 就是一个典型的特征 就是我记得我早年出国 看到的奢侈品品牌的门脸都是很收敛的 今天全是大玻璃 特亮 然后巨的个的那种 那种 这阿玛尼不开网店了 本来也是 不去没 不可能有这个事 就是一个大玻璃店 弄的灯光什么贼亮 都没这事 就原来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名字 有时候你都错过去了 说那店在哪呢 所以你注意看 他那个 我记得欧洲就那个牌子都特小 今天都做的特别大 向世俗低头 很悲哀 像人民群众敞开大门的 这回事 那没有办法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很多的大的设计师 他们因为高端市场 可能去到一个饱和 就是说他们可能在亚洲的认知度 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之下 然后在欧洲跟美国的消费下降的情况之下 他们只好放下身段 去跟很多平民百货公司做合作 H&M 英国的那个很便宜的百货公司 但是之前好多 那个Kate Moss 有个英国的名模 然后Lanvan Vantino 跟他们做了合作之后 大品牌的销售直线上升 那个平民百货公司的销售直线上升 这个就是大牌 向平民老百姓折腰放下身段了 所以慢慢的你看 这种所谓的贵的牌子 用牌子来显示贵的这种文化 我觉得也慢慢的站不住了 你这个让我有好有一笔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你好比苏州园林 这个园林 我这总是对这个很有感慨 就是说对 向人民群众敞开大门 这当然好了 老百姓谁都可以去 可是五一节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趋境通幽 它本身是给少数一两个人 才享受的这种调点 它这个 向人民群众来了以后 本身这个调点也就没有了 那你说该谁去呢 拍卖门票吗 所以这就是一个 让人很深感慨的地方 就是也许 它是给一两个文人雅 接着为您播出 民事银行信用卡 地球宣言